如果另外有一個延伸性 就是說你的資料 假如他可能不像類似像剛剛 就是像問題05 或實價登入 比較像這種文字類的資料 那這個資料的話就類似像長這樣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做一個查詢的系統 那查詢系統怎麼做比較快 第一個的話你打開之後 比如說我今天總共這邊看得到 有第一個應該是成語名稱吧 成語的解釋 成語的例序 所以應該理論上是有三個欄位 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它快速的做出一個查詢系統的話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其實如果用剛剛的那個 Auto Filter其實也蠻方便的 可是跟各位講 以後如果你看到類似像這樣的資料的話 第一個動作請各位注意 一定要先把它轉換成 Excel裡面 可以拿來用的一個表格 所以如果假設它不是表格的話 那你可以用 比如像打開 我這邊是用Word 那如果呢 你假設要把它變成一個表格的話 我印象中在這個 這個Word裡面的話 有一個功能 叫做文字轉換成表格 也就是說目前看到 這邊總共有 總共有123 等於是三個欄位的資料 另外的話 它中間分隔 基本上是用段落 然後底下又多兩個段落 所以應該如果是固定的話 我們其實可以利用Word 所以打開用Word之後 你可以在這邊找到有個功能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過這個功能 就是在Word裡面呢 有一個叫做 插入裡面呢 有一個Word 然後呢 有一個功能叫做文字轉換為表格 那為什麼要做成表格呢 因為主要 我們需要把這個資料 放到eSale來做篩選 所以第一步 如果假設我今天是個文字資料的話 那我第一步 必須要先把它轉換 有規則的一個型態 所以第一步的話 把它改成五個欄位 按確定 因為它這邊12345 剛好兩個空白的段落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切割的話 我們其實可以切成五欄 按確定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可以看到 第一欄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的成語名稱 然後這個應該是解釋 這個是例句吧 那這兩個是多的 所以你可以選取就按右鍵 可以把它刪掉 或者是說你可以怎麼樣 在使用的時候 這兩欄不要用到 所以把它選起來 按複製 那接下來的話 如果我要做一個查詢系統的話 當然接下來 你們其實可以在什麼 開啟這個eSale 把eSale打開之後的話 比如說可以拿剛剛的問題05 拿來做修改 其實問題05裡面就有那個 做查詢系統的一個基本 那我一樣 假設我另外再開一個新的 新的工作表 然後把剛剛的成語貼過來 不過貼過來的話 我建議把它貼到A2吧 為什麼 因為它其實沒有欄位名稱 貼過來之後的話 把它保留文字就好了 這邊把它 OK 然後呢 接下來的話 把這三欄選起來 快點兩下 不行 它這個欄寬太寬了 然後 再來的話 檢查一下資料 看一下 OK 那再來的話 上面 給它那個欄位名稱 比如說這個叫成語 然後這個叫解釋 這個叫例句 OK 比如說我今天 我要做一個查詢 假如說呢 我輸入一個關鍵字 它能夠幫我把成語查出來 比如說我想要查什麼 那個成語裡面 有數字的 比如說1 1的有幾個 2的有幾個 3的有幾個 OK 那當然 你可以用以前的話 如果 你不用篩選的話 你當然Ctrl F 也可以尋找 不過尋找的話 比較沒有效率 那如果說 我要做一個查詢的系統的話 那第一步 我可以先把 剛剛的資料 把它先 插入裡面的話 文字 表格 文字轉換為表格 把它貼過來 給它欄位名稱 第二步的話 我就可以 利用剛剛的開發人員裡面 如果我要做的話 這個地方 可以再 插入一個 模組 這個模組的話 我主要如果要 針對成語來做 查詢的話 該怎麼做 OK 請各位試一下 其實可以用這裡 所以我剛剛把它重新更新一下 也就是說這個成語的資料 目前的話就是有1186-1 1185筆資料 所以如果拿這個來查的話 理論上應該會比較正確的 我看一下 應該剛剛查的話 好像因為數這個字沒有 理論上應該是有才對 因為 所以這樣的話 一樣 可以把這個資料 全部查完之後 就有投數記器 OK 那利用這樣的方式的話 我們可以把一個 一個原本沒辦法做 一個查詢動作的資料 快速的可以把它變成一個 這個簡單又好用的 一個查詢系統 那當然 如果假設 你未來如果不是說 一定要把它 摳到另外工作表的話 那其實這個程式 就可以更短 你就是讓它輸入完之後 後面這個更新資料 這個像這個什麼 新增工作表 其實都不用了 甚至如果你要做簡單一點的話 甚至只要輸入之後 然後Auto Filter 這個Call都不需要 其實你只要怎麼樣 其實輸入之後讓它 怎麼樣 保持那個 就是 查詢狀態就好了 如果你不Call過去的話 其實就兩行就搞定了 就第一行的話 其實就是Input Box 第二行的話呢 就是怎麼樣 把關鍵字放進去 頂多的話就是讓它復原 那復原的話 比如說 這邊可以再加一個 篩選復原 如果你假設 沒有要Call過去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這樣 篩選復原 那其實只要怎樣 再加一個Auto Filter 這樣就OK了 所以其實假設 如果假設你不是要Call 到另外工作表 那未來其實可以這樣做 就是篩選復原 讓它恢復 OK 這邊的話 篩選 復原 一樣嘛 這邊輸入 那比如說我要找什麼 找蛇好了 看看 蛇 那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 一樣可以讓它先 但沒有Call過去 所以其實只要兩行 所以 其實篩選 在 我是覺得在那個Excel裡面 相當好用 最後的話 你可以讓它復原 不過 它這邊篩選 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說 將來 把它執行 恢復 就是這個按鈕 其實 會隨著那個什麼 那個列的高度 它會變形 所以最後 假如說你要做簡單查詢的話 你可以把這兩個按鈕 把它選起來 好像前面有講過 你可以讓它的物件格式 把它摘要資訊 讓它變成不隨 儲存格改變 不然的話 如果你假設 按下去 像剛剛 查蛇好了 比如說 它就會變形 那如果這個時候 假如說 你不想讓它變形 只是想要看到結果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記得 可以把什麼 把這個 兩個按鈕 上方按右鍵 按左鍵 Ctrl鍵按住再按左鍵 然後按右鍵之後 這邊有儲存格式 在要資訊裡面的話 大小位置 大小位置 不隨儲存格改變 那這樣的話 它就會 得到我們要的結果 所以你會按四個 那它差別只是說 它沒有把資料 幫你摳到儲存格裡面而已 所以其實如果你只是 要很簡單的功能 那不妨 你就是這樣 一個是 就是把程式 寫得簡單一點點 就是一個什麼 Input Box 再加上Auto Filter 甚至這個 蓄詞這個地方 甚至都不需要 因為你沒有跨工作表 OK 然後呢 復原的話 實際上就是 再把它做一個Auto Filter 那這樣就OK了 所以其實 如果要做一個很簡單的查詢功能 那這樣其實就蠻符合需求的 OK 也就是說如果你想要再Call 你就可以自己再手動Call 其實也是一個還蠻好的延伸 所以這裡的話請各位試試看 然後今天的話呢 我們主要就是針對那個篩選查詢部分 做延伸 那就是把上個禮拜的部分 像包含就是移除重複啦 篩選 這個是批次的 然後再個別的 然後另外就是跨 同一個工作 同一欄做兩個篩選 另外是跨欄篩選 另外我們還有講到有關那個 就是時下登錄 另外就是成語的查詢 那當然呢 這個地方查詢用到比較普 比較這個 比較普遍 所以我就延伸的多講了一些東西 那下一次上課的話 原則上我們就再來看第六個單元 比較像跟網路爬蟲比較有一點關係 不過好像大部分對網路爬蟲 同學好像對這方面需求沒有那麼大 所以我看看要不就是說 在後面第七個單元 因為同學好像反而對第七個單元 就是跨工作部的資料合併與分割 好像反而比較有興趣 所以看一下狀況啦 如果大家對這部分比較有興趣 也許我們可以 這個部分多講一些些 那請各位回去的話 可以先把那個 第七個單元 也許可以先看一下 裡面的話當然就是說 主要就是問題07裡面 總共會有這麼多的工作表 那如果說呢 從什麼假班一直到駭班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 把這三個班 做資料的分割 也就是說呢 把分割的話 意思說不是分在 已經是分在不同工作 我是希望分在不同的工作部裡面 也就是說呢 一個 這個工作表 把它變成一個Excel檔案 也就是說這邊的話 分割完之後 會變成13個 這個Excel檔案 那分割完之後呢 如果我今天又希望把它 合併在一起的話 那這個地方 主要就是第七個單元會講到的 那其實程式並不複雜 你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除此之外 後面有講到有關 有Outlook油記 所以之前有同學有提到 就是說 要怎麼樣可以把檔案 就是用Excel VBA記 這裡的話呢 其實就可以用Outlook 不過特別注意 我們第一個 電腦裡面必須要有Outlook 第二個的話 你Outlook必須要做一些設定 第三個的話 你可以用VBA的一個語法 叫Create Object 去呼叫Outlook的物件 呼叫進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利用Outlook去記信 不過可能要注意一點 因為它這邊還是有安全性設定 要必須要把它打開 不然的話 它會一直警告 OK 另外還有一點 之前的同學 有練習設定的時候 遇到的問題 因為我們程式 跑回圈太快了 所以呢 等於一下子就寄了幾萬封信出去 那當然 那個Mail server Mail的主機 會偵測到異常 所以可能會把你的Email 列為黑名單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可能要特別小心 那所以呢 回去的話可以再稍微看一下 第六跟第七個單元 也許 第六單元我再看一下 看有沒有哪一些 比較適合大家練習的 那主要就是 結合網路爬蟲 像是 爬取像一些外匯資料 或者是 雅富的股市資料 或者是說呢 大樂透的歷史資料 這個的話 比如說像 總共有目前 這麼多頁面 總共應該六十幾頁吧 六十六頁 要把它一次爬下來 那這個該怎麼做 我想 請各位回去 可以再先做練習 OK 那今天的話 因為時間的關係 不然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那另外請各位回去 就是 如果有一些細節部分 還不是很聊 像剛剛同學問到那個問題 其實就是跨工作表 可能 還是要特別小心 跨工作表的地方 那其他的話 像 那個範圍可以用 那個 Current Regio 這部分可以解套 那不然我們今天的話 就先講到這裡